AG老板非非发博晒新基地,有点豪华,却遭粉丝拆台,AG这赛季成绩虽然不好,但是收入依旧是杠杠的,换成其他战队,这几个赛季打成这种表现,估计穷的叮当响,甚至连衣服上的赞助商都找不到,有一说一,新基地确实是有点豪华,大部分俱乐部应该是只有羡慕的份。 看得出来AG夏季赛会有比较大的变动,不光是基地变新的,很有可能选手阵容也会有不小的变动,毕竟最近一段时间里,关于AG的巴满天飞,不过比较尴尬的是,飞飞却惨遭粉丝拆台,场面一度有些尴尬,不过,一些粉丝算是比较卑微的请求,飞飞能够正视一件事情,怎么一回事呢? 原来,飞飞这一条微博发文之后,底下的评论区处理一些人,一直在夸心经历多豪华多漂亮之外,还有相当于部分粉丝在吐槽,AG超玩会把这么多花力扑上呢? 能不能先把最精确的登记网络搞定再说? 当然,关于网络的问题,除了不少粉丝在微微的请求着,不管多好,只求网好。 为什么这些粉丝会对AG的网络这么在意呢?那真的是有原因的啊? AG在金元春季赛场均一次暂停,甚至在AG的生死之战中,AG超玩会就暂停了两度,而且还出现选手游戏闪退,被迫下暂停的情况。 AG跟RW想那一战,对于AG来说真的输的比赛还不嘲笑说不起,老师搞暂停,搞得选手跟粉丝都挺郁闷的。 这就是为什么AG粉丝对于AG超玩会网络这么关注的原因,不过,这些粉丝这一回可以稍微放一下心了。 虽然AG老板为了力把一些选手,会选择放弃练进球场队上的原则,还可以意图表示要把强硬教练最高的那对性成绩。 但是他们这一回,在网络上算是比较确实了。 怎么见的呢?大家伙们正看飞飞飞晒出的九张图片的最后一张,那是金坊啊。 看得出来AG超玩会为了打好网络,也算是费了不少新次的。 AG超玩会多多少少,还是会尊重粉丝的意见的。 最后也希望AG超玩会下季赛,能够在新的好的环境中拿到比较好的成绩。 大家如何看到飞周发活上AG超玩最新机器,这场交粉丝差彩于是吗? 你们觉得AG超玩会下季赛会有哪些变动吗? 欢迎下方留言评论哦。